但是我想今天对美国来讲它有两场喜事 这两场喜事对于整个东亚洲的 不管是政治经济地缘关系还有相关的都有重大影响 那美国毕竟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 因为总统现在在新加坡 当然他的重心会压在新加坡的川金会 那在台湾这一场的AIT新管的这个complex的开幕 它也很重要 派来的层级也不算差 甚至于未来还有其他的活动 那这两场的重要性是什么 我先从川金会先讲 事实上很多人期待以为像看到好莱坞的电影 像查理心演的电影两位都打来打去 或者像这个Rocky Boy 这个金正恩 他们的电视新闻一样会有一片火海特效 那个想太多了 你知道这个转折多大吗 从互相一个称呼对方是火箭屁小孩 另外一个称呼为美国招老头 一个要让关岛一片火海 另外一个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要打过去 三个航母群 到现在两个握着手 像爷爷带着孙子 然后川普称呼您是一个干才 是一个干才 然后金正恩说我对你无限的景仰 我一下好像看到周星驰的电影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以为这个转折很大 但是以美国这一个世界超级强权的大国来讲 要让总统川普出现在胜逃杀之前 剧本一定会先谈好 不会像川普讲的 我去三十秒内握手 我就知道谈不谈下去 那个是演员式的讲话 那个是川普式的表演 事实上两个国家的领袖 一个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金正恩连做哪一台元首专机 他都要摆一些让人家看不太出来 然后两台飞一起飞到新加坡 那他提早到川普飞到那里 能够出发之前的前置作业 大概就决定了要谈什么 释出什么善意 签署什么东西 对外要展现什么画面 而各自要摆平的 有日本韩国对美国 金正恩后面有俄罗斯有北京 所以各自要摆平的事情 也都讲完了 才有这一场秀 所以与其期待这场会有一些 让你意外 或者觉得两个是狂人 你倒不如好好去欣赏这一场里面 他带来的意义 就当他们签下一个所谓的合议 或者协议 他们俩都已经得到各自要的了 你先不要讲他签署了什么实质 川普可以对美国宣称 欧巴马做不到的 他做到了 他把金正恩这个小子 拖到谈判桌上面了 金正恩可以回头对他的 北朝鲜 这个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军民说 我让美帝坐在谈判桌上 跟我平起平坐 重视我北韩的这个政权 两个在政治上已经得分了 甚至于两个可能会被提名 我听说有人运作要去做提名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那在实质上 川普讲了说 我们有一个长久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非核化 你要不要把你的核武组织拆掉 那这边有个有趣的 非核化到底谁说的算 炸掉了那些试验场 是不是就叫非核化 那其实重建就有了 事实上是 如果美国说他已经拆掉就算拆掉了 那这个成绩 但是打在川普的身上 又面对即将要来的选举 那对金正恩他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对我政权的确保 不要再想斩首行动了 不要再把我赶下来了 所以当川普拉着他手说 这是个领袖 这是个干财 几乎就已经确保 北朝鲜政权的稳定 那下一步 北韩人民或者北韩军队需求 最重要就是经济制裁可不可以解开来 所以这一块 这一块会各自表述 会达到一定的成果 我们的判断 那接下来的影响在哪里 北京过去常常用北韩当他的一个 你说人质或筹码 来影响东北亚甚至于台海的局势 那在这个状况下 北京是默许的 或者有默契的接受这样的安排 还是眼睁睁的看着金正恩 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走向中间了 那这时候美国在东北亚的挂率会减少 在处理南中国海的争议的力量 可以增加 那也比较不容易被勒索 因为对美国的利益来讲 东北亚是它的最优先的顺序 另外对台海的局势 美国可以表示的态度 就可以相对的更强硬一点点 这也牵照今天AIT新管的开幕 所接诸的意义 那如果北京方面是了解金正恩要做这些事情 也在他默许下 因为从上一次金正恩去了北京回来之后 不是说我就不谈了吗 对 然后川普就公开骂说这是北京 后来这一次川普要出发前 还谢谢习近平的帮助 所以他们之间到底达成什么样的默契 我觉得台湾基于我们国家利益 我们要去关注这一点 在这里面 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窍门在里面 那日本韩国相关的网络 都在收集相关的情资 那东北亚稳定之后 对韩国的经济的竞争力 它相对稳定就会提升 那我们跟它是竞争对手 我们就也要注意这一块 所以有利有弊 在和平上对台海是有帮助的 对南中国海是有帮助的 在经济的竞争的状态下 台湾面对的竞争可能会更激烈 那最后讲说那这跟我们AIT新管什么关系 AIT这个complex我们今天去的时候 现任蔡英文总统 前任马英九总统都到 各政党的主席除了吴敦英也都到了 那吴敦英可能另有要工 他就没有到 那另外呢商界的从张忠谋等等 几乎都到 我看各大企业 其美什么都在现场 那除了各部会的话 军政系统 那美方来的除了我们看得到名字的以外 事实上负责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政的协调 经贸的协调 政务的协调 外交的协调 相关的人员也到 所以有人一直觉得说 这个层级不够啦 是不是这样子 我才没说朋友跟外交同样 那要看长久 当这一个占地六公顷的美国AIT内湖的这一个管处 他设在那里 这个梅建华他说的 他说这个管处的设施 而且把美国的符号挂在那里 就代表台美关系达到最好的状态 而在里面有人关系的陆战队会进驻 梅处长 里头的一些美感 定语进去过 而且是被邀请的贵宾 等一下稍后我要让他解密 但是呢 在我们回到今天早上的金川会的时候 我想问的就是 董大哥 刚刚定语特别甜心我们 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会谈当中 很多人都说 这不就是川普跟金正恩 两个人在玩他们的实境秀吗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如果定语提醒的就是 这个如果整个东北亚和平 对台湾台海的 到包括南海的整个和平 对我们是有帮助 可是经济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了 所以在这份 今天刚刚稍早之前 一点多所签署的这份文件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美感 我们其实必须要看得懂 OK 好 我估计在这份共同声明 应该是包含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当然是最重要的 所谓无核化的问题 这个无核化的问题 其实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 那个蓬佩奥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要全面的 可验证的 这个不可逆转的 这个无核化的过程 其实美国已经悄悄地 调整他的立场了 更早 稍早的时候 美方说的是 要一步到位的 全部的无核化 他后来悄悄自己调 就是说分阶段是可以了 那为什么 就是说他会 美国会调整立场 还有刚才委员说的 就是为什么还要有 川普式的那些表演呢 因为对川普政府来说的话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他的美国的前国务卿 提勒森第一次访问韩国 公开说了 说美国过去二十年 对北韩的政策是失败的 简单的说 被人家骗了四次 1994年 美国跟北韩就已经签了 那个核武框架协议嘛 后来的六方会谈 又签了有三份文件嘛 都跟核武有关嘛 还有六十亿美金 对啊 后来就通通都反悔啊 北韩通通反悔啊 那现在轮到你 川普政府你了 现在换你谈了 你怎么样向美国人民 证明说 我没有被骗 所以我相信这一份 这个双方的 这个共同声明里面 他一定会有明确的第一步 就是说启动了 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第一步 譬如说 我随便举例啦 那个金正恩手上 还有五颗到十颗的核弹 他提都不提哦 那是不是我们一年 我随便举例 在你美国的验证之下 我把它废除了两颗给你看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 一定会谈到 美国跟北韩的关系正常化 这里面包含了 就是对我北韩的这种 对着安全的保障 第三个层面 也一定会谈到刚刚就讲到的 就是说 是不是去除我北韩的 联合国的经济制裁 乃至于我以后还要经济发展啊 第四个层面 就是谈到的所谓的 未来是不是要签这个和平协议 那和平协议怎么签 当然共同声明肯定 就是说方向性的打来确认 可是无论化会有明确的 那这个里面涉及台湾的 我非常赞成刚刚委员讲的 其实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讯息 我们以前所担心的 就是说这个美国为了北韩的压力 所以说会跟中共把台湾当筹码 当棋子 然后交换北韩的议题 我们以后就不用这种恐惧了 因为北韩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不会被 或者是说北韩他就不会跟着中国 不见得不再是中国后面的 所谓小老弟 他自己要在这两墙之间 扮演一个keyman 这个是后面更重要的 就是恐怕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 是整个东亚大变局的第一幕而已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朝鲜半岛重要 朝鲜半岛它的地缘政治 就像是一把插进 亚洲心脏的通道长矛 它是海洋国家 海权国家进入亚洲的通道就对了 所以为什么叫做六方会谈 有四个大国都要介入 为什么我们韩国的事情 我们南韩北韩不能自己谈 旁边四个大国都要介入 因为你这个地形太重要了 所以你回去看 过去历史上很简单 日本侵略中国 它是走朝鲜半岛进去的 八国联军 它是走那个唐姑 那个旁边的口岸也是进去 那是因为朝鲜半岛 就掌握在这个日本的手里面 简单的说 一把插在北京脑袋旁边的长矛 就插在那里 所以为什么中共 中国它一定要控制住北韩 它不能让美国的势力进来 美国的势力如果一进来 那就长驱直路 到亚洲的心脏了 到北京 到中国的脑袋了 北京 那看到这一幕 现在习近平不就心里不是很开心了 可是它没办法 它只能干瞪眼 为什么 因为过去十年 其实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也很不融洽 只是我们外界比较看不到 我简单说一个观念就好了 过去二十年 不是中国崛起了吗 中国越来越强大 尤其是过去的五年 好吧 习近平上来 中国更强大了 为什么中国越来越强大 北韩 你还要发展核武呢 你应该越来越觉得安全 你老大哥越来越强大了 举例来说 就像南韩跟日本 美国强大 南韩跟日本就不用发展核武 为什么 美国保障它的安全 可是中国强大 北韩还要发展自己的核武 这里面就有问题 就是说对中国的强大 北韩里面 它自己的心里面也是害怕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它的安全不能只靠中国 所以我觉得 未来 整个战略情势 对台湾 对台海是非常有利的 我补 董教授一件事情 你知道今天 待会 大概四点左右 他们会签署相关的细节协议 那现在各方都在探究说 到底签什么 对 金正恩跟川普都说 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多 更细节 原来他也是 不会有detail的东西 对 所以除了刚才讲的核弹的 怎么拆除以外 你知道川普都已经说溜嘴 川普说 这小子太有才了 我一定想办法邀请他 到白宫走一趟 是 然后金正恩说 你们现在正见到一个 新世界的大的转变 而且北韩的领导者 很少讲英文 他这一次一见面讲 Nice to see you 那我们来讲 这个是 类似一很简单的 对北韩的领导者 下场讲英文 那是一个政治指标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 就是走向国际 甚至于迈向西方社会的 对 所以这是一个 Mile Stone 就是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AIT新管 跟川普建金正恩 是同一件事情 第一个 地缘政治区域安全的 重新再确立 盟友的强化 台湾就是盟友的强化 加上新朋友 就是金正恩 那金正恩 北韩不会再成为筹码之后 接下来你看 北韩跟台湾 其实国情不同 独裁跟民主 但它有一个结构很像 北韩跟台湾的右边 都是中国 左边都是美国 跟日本 然后呢 在这两强当中 接下来的贸易战 跟军事的对抗 或军事的维持稳定 你以为接下来 中国是该担心 还是该放心 那我预测是 接下来四点钟 会处理的事情 包含长久以来 关心的人质问题 日本的人质应该会放掉 那接下来 双方互访会处理 经济制裁会处理 然后金正恩 应该会用飞弹 送给川普大理 只不过以前是用射的 现在是用猜的 那这整个下来 川普在国内 就可以宣称胜利 他一定要宣称胜利 那就有利于他年底的选举 哪怕他明明知道 你都还没有猜完 他都要宣称胜利 这就是国际政策